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321章冰山一角 叶臣的话让费可心整个人为之一颤 他很清楚叶臣这句话的分量 叶臣既然说保爷爷再活十年 那就一定能兑现承诺 而这基本上也就等于是送给爷爷大半科回春单了 更重要的是叶臣保爷爷再活十年 其唯一的条件不是要钱不是要物 而是要让爷爷辅助自己坐稳费家家主之位 他心中忍不住嘀喃 叶先生做这些竟全都是为我铺路 想到这里他泪眼婆娑的看向叶臣 感激无比的说道 叶先生谢谢您为可心所做的这一切 我发誓将来费家一定时刻与叶先生共进退 也一定会成为叶先生身边最坚实 最可靠的盟友 没有之一 叶臣点了点头 认真道 其实在大众的世界里 无论是我的资产 还是费家的资产 都已经算得上是登峰造极了 可如果真要是打开更上层的世界 我们的实力 恐怕也只是刚刚够一个敲门砖 识去的 可以就此享受一生荣华富贵 但不时去的再往上冲 很可能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 费可心不解的问道 叶先生您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据我所知 虽说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隐父家族 但以费家的实力 不敢说能跻身世界前五 但前十绝对没有问题 您现在的资产水平也未必就在费家之下 比我们强的只是凤毛麟角而已 叶晨轻轻摇了摇头 目视着窗外万米高空的满天繁星 轻声感叹 我们的认知是受眼界局限的 以前我也以为 这个世界最有钱的家族 不过就是罗斯柴尔德 其规模可能是十万亿 也可能是二十万亿 但是外公一家遇袭的事件 让我忽然意识到 这个世界跟我之前一贯的认知 可能是有出入的 费可欣盲问 您的意思是 这世界还有比罗斯柴尔德家族 更强大的存在 叶晨微微一笑 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问他 你觉得我们应该用什么 来衡量一个家族 或者一个组织的强大与否 费可欣想了想 认真到 人力物力财力综合考量吧 但财力应该是最重要的 叶晨点点头 我以前也觉得财力最重要 毕竟世界企业富豪的排名 都是用钱来衡量的 说到这 叶晨忽然变了个语气 严肃地说道 可是我忽然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家族 钱对他们来说 早已经多到除了数字 没有任何其他意义的时候 他们会继续做些什么呢 费可欣茫然地问 叶先生 您的意思是 叶晨开口道 你看 我们平时接触到的这些有钱人 或者有钱的家族 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钱生钱 就好像犹太人 天生就会赚钱 而且天生就会用钱赚更多的钱 这导致他们 只喜欢把钱花在能够增值 能够带来更大财富的地方 如此一来 他们就完全被钱蒙蔽了双眼 说到这 叶晨又道 如果一个家族 早就看透了过多的金钱 不过就是一个数字游戏 从而把钱真正意义上 花在那些纯粹消耗的方向 或者根本就没办法 用具体价值体现的地方 那会带来什么呢 纯粹的消耗 费可欣皱眉眉想了想 依旧有些费解 尴尬的说道 叶先生 我还是没有听得太懂 您能再解释解释吗 叶晨认真道 说个最简单的例子 罗斯柴尔德家族 超过十万亿美元的资产 都放在了能够体现价值的产业上 比如投资石头 矿山 投资世界500强的上市企业 亦或者直接成立银行 通过银行把钱贷给其他企业 换取高额利息 甚至股权 这些钱就算花出去了 也还能算在自己头上 无非就是资产的一种转换形式罢了 比如我有一亿美金的现金 然后花5000万美元 在纽约买了一套豪宅 然后把我的资产总额 变成了5000万现金 5000万固定资产 亦或者我把其中2000万美元换成房子 2000万美元换成股票 2000万美元换成某个邮警 20%的所有权 2000万买一副知名画家的画作 然后再留2000万现金做流动资金 如此一来 虽然我把8000万美元花出去了 但实际也只是换个形式持有而已 甚至还有可能在未来不断增值 说到这 夜晨画风一转 又道 可是 如果我把这一亿美金中的8000万 都拿来培养一群不为人知的死士呢 这8000万美元转化成了战斗力 谁又能知道呢 别人衡量我的资产 会觉得我不过只有2000万美元而已 可是 如果我愿意 我这些花费8000万美元打造的死士 可以轻松斩杀10个拥有一亿美元资产的所谓富豪 费可欣听到这里 联想到前段时间 夜晨外公外婆一家遇到的事情 忽然意识到什么 惊骇不已的说道 夜先生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您是说 可能有些顶尖家族 早就超脱了用积累钱财彰显实力的阶段 相反 他们可能已经把天亮的资金转化成了意想不到的强大战斗力 是的 夜晨点了点头 这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概念 就比如我 这几个月来 我直接间接投资在万龙殿身上的资金 已经远超百亿 这些钱甚至根本就没过我的手 而万龙殿形成的战斗力 是不会被人折算成身价进行富豪榜排序的 如果再过几年 我在万龙殿 亦或者其他类似组织的身上 投入的资金超过千亿 甚至万亿 但我自己可查证的资产只有一千亿 那在别人眼里 我可能也就是个千亿富翁 可是我的真正实力 恐怕连万亿富翁也比不了 说到这 夜晨又道 暗杀我外公一家的神秘组织 仅仅死士可能就培养了两三百年 而且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 培养了不知道多少死士 这两三百年 他们在死士上的投入 绝对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天文数字 可是这些数字 也是无法被计入到富豪排行榜的 可能他们这几百年来 投入到战斗力上的资金 折算成当今美元的购买力 或许比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产总额还要高 所以如果只看资产 或许连这种家族的冰山一角都发现不了 面对这样的隐形巨物 所谓大名鼎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又算得了什么 这种神秘组织不想动他的时候 他是世界第一家族 想动他的时候 他就是世界第一冤种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322章 共一场富贵 在绝大多数人眼里 财富就是实力的象征 但叶臣却从未将钱看在眼里 事实也无数次向他证明 钱在很多特定的时候 其实都不是万能的 就比如费剑中 饶是万亿身家又如何 依旧要上赶着拿出超过2000亿美元 来买一颗回春丹 甚至连自己的大旧安重秋 都愿意用超过3000亿美元的代价 来换取区区一枚回春丹 理论上来说 只要叶臣愿意 他可以用回春丹 把这个世界上 所有高龄富豪的财富 搜罗一空 若是那样的话 他的财富 恐怕很快就能超越外公一家 超越萨乌迪皇室 甚至超越罗斯柴尔德家族 也不在话下 可是 唐四海当初给他100亿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花 就算他比罗斯柴尔德家族 还有钱又能怎样 毫不收敛的 销售回春丹 一定会将自己推到风口浪尖 而因此多赚的钱 不但没法带给自己实质性的用处 反而会引来诸多觊觎和窥视 所以在叶臣看来 自己下一步最重要的事情 并非想方设法的多赚钱 而是要多做一些财富之外的实力积累 只有这样才能够积蓄足够的力量 去应对那些未知的的庞然大悟 此时 一旁的费可欣 也终于明白叶臣真正关注的是什么 于是 他便十分坚决地对叶臣说道 叶先生 您放心 无论将来要面对怎样的对手 只要我还在费家 费家就一定在您左右与您共进退 叶臣轻轻点了点头 但然笑道 共进退 或许是共赴一场患难 也或者是共享一场富贵 希望我能不负你的信任 费可欣不假思索地说道 叶先生 我相信您的实力 费家在您的庇佑下 定能得到一场滔天富贵 叶臣为之可否地笑了笑 随后指着他手里的丹药 认真道 你爷爷是个人精 他肯定知道 你专程为了帮我去了一趟港岛 我肯定不会没有表示 所以你回去之后 一定不要让他知道 我给了你一颗散血救心丹 若是他问起你 你就说带我见他时 自会对费家有所表示 费可欣没想到 叶臣考虑得如此周到 感激又恭敬地说道 好的叶先生 可欣一切听从您的吩咐 经过了12个小时的飞行 费可欣的波音747 终于降落在了美国的普罗维登斯机场 叶臣婉拒了费可欣下机 送自己的请求 一个人下了飞机 在目送费可欣的飞机再次起飞 前往纽约之后 才一个人过了海关 由于费可欣的飞机 在全美所有机场都是超级VIP待遇 所以叶臣这个搭个顺路飞机的乘客 也受到了机场的贵宾礼遇 每一家机场都有一个甚至多个国宾车队 有重大外交活动的时候 他们免费为各国政要提供护送服务 而其他时间则进行商业化运营 只要出得起钱 就能雇佣他们为自己服务 叶臣不想太过招摇 所以就主动要求这个国宾车队将八辆车缩减为一辆凯迪拉克 如此一来就显得低调了许多 这次回来 叶臣并没有提前告诉肖初然 主要是叶臣很清楚肖初然的性格 如果自己告知他确切的返程时间 他一定会开车来机场接机 叶臣一方面不想折腾他 另一方面也担心肖初然来机场接机会露线 毕竟私人飞机的航班号是不会出现在机场大屏上的 全尺寸的凯迪拉克越野车将叶臣送到希尔顿酒店的时候 已经是当地时间的晚上八点 司机先是从后备箱里搬下来两个硕大的行李箱 这两个箱子都是刘家辉给他准备的港岛特产 随后司机又从里面搬出一个二十寸的小行李箱 这个便是叶臣自己的随身行李 刘曼琼送给他的百达斐力 也被他顺手放进了这个箱子里 酒店的行李升见他有三个大箱子 赶紧推来行李车 将叶臣三个行李箱都放了上去 跟着叶臣一起来到了希尔顿酒店的顶楼 此时的萧初然刚和马兰一起吃过晚饭 马兰来美国这几天 已经把普罗维登斯这个城市摸熟悉了 不仅能自己一个人出去溜湾逛街 甚至还认识了不少生活在本地的华人妇女 很快便与他们打成一片 短短几天 马兰已经加入了多个组织 他先是混进了一群老娘们组织的广场五天团 每天晚上到市中心公园里 跟着他们一起跳凤凰传旗 然后又加入了一个由华人中年男女组成的暴走队 每天都穿着同样的运动服 在普罗维登斯的街头喊着口号暴走 马兰还给自己排了个时间表 说是要每周一三五晚上跳舞 二四六晚上暴走 周日则待在酒店休息享受生活 今晚刚好又到了去报走队打卡的日子 马兰吃过饭便抹了磨嘴 对萧初然说道 初然 妈准备换衣服去报走队了 你要不要一起来 我可不要 萧初然摇头道 叶晨定的这个总统套房就有一个迷你健身房 你要是想走路或者跑步 没必要去大街上组团而走吧 你懂什么 马兰认真道你老妈我主要是为了社交 我这出来乍到的除了你和叶晨谁也不认识 结果你每天要上课叶晨又出去给人家看风水了 老是留我一个人待在这么大的总统套房里 感觉还怪甚得慌的 你还要在这待半个多月 我要是不多认识几个朋友 往后的日子还不得无聊死啊 在金陵好歹还有个前红艳每天拦截长 拦截短的 到了这儿 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 真是没意思 萧初然无奈的说 妈 你才来几天啊 这么快就开始嫌这里没意思了 早知道这样 那你还不如好好在金陵生活呢 马兰因为来了普罗维斯登 失去了一个人住豪宅开豪车的神仙生活 也是憋了一肚子怨气 下意识地脱口道 我倒是想呢 萧初然有些诧异地问道 妈 你这是什么意思 真想回金陵了 马兰一慌 连忙一脸严肃地改口说道 谁说的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 我就是想你们了 才来美国找你们的 我要是回去了 岂不是又要孤家寡人一个了 其实 马兰心想的是 你当你妈 我不想回去啊 关键是我现在兜里比脸还干净 回去的话 别说买机票了 打车去机场的钱都没有 再说 就算你和叶晨 给我买了回去的机票 我落地之后 也没钱吃饭啊 更别说还得给那辆库里男加油了 萧初然不宜有他 便认真道 妈 你要是想跟我们 在美国一起生活 就别总是说 这里没意思 你越说心里 就越这么想 到时候就越不开心 是是是 马兰硬着头皮 说道 你说的对 妈知道了 说着 他连忙岔开话题道 妈不跟你说了 该换衣服 去报走队集合了 就在马兰想要回自己房间换衣服的时候 房门忽然响起门铃 马兰有些不满地说道 不是把误扰打开了吗 怎么还来敲门 真是烦人 说着便骂骂咧咧的来到了门口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323章 灵机一动 马兰一把将大门打开 刚想对门外吵吵两句 忽然看见叶陈正站在门外 一张臭脸立刻变得欣喜无比 激动到 哎呀好女婿 你这是啥时候回来的 怎么没听你打个招呼啊 叶陈微微笑道 怕你们担心就没提前招呼 马兰笑咪咪的说道 妈知道 你这肯定是想给初然一个惊喜 里面的萧初然听到动静 一边往门口走 一边开口问道 妈是叶陈回来了吗 马兰连忙转头 冲里面喊着 闺女 好女婿回来了 你快来 说着眼见叶陈身后 还跟着一个推着行李车的服务生 再一看那行李车上 足足有三个行李箱 顿时便有些忍不住 激动地问道 好女婿 我记得你走的时候 好像没带什么行李啊 怎么回来的时候 多了这么多东西 是不是给妈带的礼物啊 叶陈笑道 大部分都是朋友送的一些土特产 不过我也给您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马兰一听有礼物 当时便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与好奇 他知道 叶陈现在给别人看风水赚钱很容易 所以花钱也非常大方 于是便忍不住在心中猜想 叶陈只要稍微出手 怎么也得是个十万块以上的好东西吧 这时叶陈已经带着服务生进到总统套房内 指挥着服务生将行李卸到一旁 服务生小心地搬完行李 叶陈掏了一张一百美元的现金递给了他 那服务生便千恩万谢地离开了 这时萧初然刚好赶过来 见到叶陈 开心无比地说道 老公你回来怎么没打个招呼啊 我好去机场接你 叶陈笑道 我要是提前告诉你 那从我飞机起飞到降落的这段时间 你心里肯定还要惦念 所以我就干脆没告诉你 打算给你一个惊喜 看得出 萧初然见叶陈回来 确实非常开心 但他还是忍不住叮嘱道 老公相比你给的惊喜 我更想亲自开车到机场去接你 下次再有这种事 一定要提前告诉我 好不好 叶陈点点头 笑道 没问题 下次一定 他只意识到这东西肯定不便宜 于是便开心不已地说道 哎呀 还是我的好女婿最好啊 一出手就是国际大牌 要么是爱马仕 要么是宝格力 下次是不是要换饭客亚宝了 叶陈没想到 马兰这种时候还能见风插针的玩二个一语双关 如此看来马兰是很想要一个饭客亚宝的首饰了 于是他便笑着说道 妈既然喜欢饭客亚宝 那等我下次出去看风水的时候顺便再给你买过来 马兰开心地直拍手 嘴上却非常客气地说道 哎呀 好女婿 妈知道你孝顺 但妈也不能老让你这么破费啊 饭客亚宝那个玩意儿 老他妈贵了 就他们那个经典款四叶草的项链 一条都要四十多万啊 真是想钱想疯了 一旁的萧出然立刻意识到妈妈的本意 连忙说道 妈 你能不能别老那么虚荣啊 干嘛非要让叶晨给你买凡客亚宝那么贵的东西 马兰一脸委屈地说道 我没说呀 我是说那个牌子的东西买得太贵了 完全没有性价比 我这么务实的人 怎么可能会喜欢这么没有性价比的东西 说完还不忘对叶晨说道 好女婿 你有这份心 妈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不过你千万记得啊 可别乱买东西 叶晨微微一笑 轻轻点了点头 好的妈 我知道了 马兰表情多少 有些惆怅 不过还是拾去的翻过了 范克亚宝这一篇 赶忙将注意力集中到了 手里的首饰盒上 他一边打开盒子 一边在心中暗存 前几天 我刚买了一条宝格丽的 祖母绿女神之梦项链 不知道叶晨这回又送给我一件宝格丽的什么首饰 如果是祖母绿女神之梦的首链就能跟我那条项链搭成一套了 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心里如此想着他 便欢天喜地地将盒子打开 紧接着映入他眼帘的那件事物 让他整个人为之一愣 这 这 马兰看着首饰盒中静静躺着的那串 很是眼熟的项链 忍不住到 这 这不是祖母绿女神之梦的项链吗 看到这条项链的那一刻 马兰的内心是十分失望的 毕竟这款项链他来美国之前才刚刚买了一条一模一样的 所以在收到这样的礼物 心里自然有些郁闷 他这个人平时最爱徐荣和面子 这项链虽然很贵 也很显大气 可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毕竟也只能装出一份逼来 今天戴这一条 明天戴那一条 在别人眼里 两天戴的都是同一条 可项链这个东西 又不可能在脖子上一次挂上两条 所以在他眼里 叶辰送他的这条项链 基本等于没送 此时的叶辰 已经将他眼底 那隐藏不住的失望 尽收眼底 于是他便故作 惊讶地问道 妈 你对这些这么了解啊 这名字我可是记了 一路都没记住 马兰善笑道 嗨 我这不也是瞎研究吗 说着 他很是认真的继续道 哎呦你们俩是不知道 就那个钱红燕啊 穷得连饭都快吃不上了 还天天拉着我去逛这些奢侈品店 说实话 要不是因为他老在我耳边耳濡目染 我也不可能记得住那么多品牌儿 肖竟然盲竟然 你又跟钱红燕玩到一块儿去了 马兰解释道 也不算玩儿到一块 主要是你们都走了之后 我一个人住在汤尘一品 实在是太无聊了 有他多少也算有个伴儿 而且他现在也比以前老实了不少 所以我就跟他有了些走动 说着 他又看了看手中的女神之梦项链 心中愈发惆怅 叶晨心中暗笑 看来自己这一招还确实有点用处 看得出 马兰此时已然有些烦闷 一旁的肖出然 此时完全没有察觉到妈妈的异样 而是忍不住对叶晨说道 老公 谢谢你送的礼物 不过以后 还是别买这么贵的奢侈品了 据说 这种奢侈品的珠宝 保值率都很差 实在有些太浪费了 叶晨听到保值率三个字 忽然灵机一动 于是他看了马兰一眼 故意开口道 好像这款女神之梦 二手市场还是很保值的 如果包装票据齐全 而且保养的足够新 八折应该还是能卖到的 不出叶晨所料 马兰一听这话 整个人当时瞪大了眼睛 表情也从刚才的沮丧 变成了一种极度的兴奋 旋即 他忽然开口 对萧初然说道 哎呀闺女 妈忽然好想家啊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324章 相仇 想家 萧初然被马兰忽然的这一出整猛了 不解的问 妈 爸在韩国 我跟叶晨在美国 你想什么家啊 马兰表情尴尬的说道 妈是想金灵了 在这一国他乡生活 确实有些不太适应 看来看去 还是咱们金灵最好 要不你看看哪天有机票 给我订张机票回去吧 萧初然无比诧异的 看着马兰 脱口问道 妈 不是你说 想我们想的睡不着觉 一个人在家 住那么大的房子 孤单的受不了 所以非要来美国找我们的吗 这才刚待了几天啊 你又想回金灵了 你回金灵 不还是一个人吗 不还是一个人 住在汤尘一品吗 到时候 你又孤单了怎么办 再非来美国吗 马兰连忙说道 哎呀 妈确实是想你们 想得睡不着觉 这不是来看你们了吗 看完你们妈心里 就踏实了 踏实了自然 就可以回去了 马兰永远也不会 告诉自己那个傻女儿 自己之所以 要来美国找他和叶晨 并不是真的想他们 也并不是真的感到孤单 他只是一不小心 就把自己的钱都花完了而已 没了钱 他住在汤尘一品 那种大别墅里 就连吃饭都是问题 院子里停的那辆库里男 虽然霸道无比 可是他连加油的钱都拿不出来 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叶晨竟然又送了他 一条一模一样的女神之梦 这代表着什么 这代表着他可以带着 这条女神之梦飞回去 然后把两条中的一条 拿出去卖掉 这两条女神之梦 可都是崭新的成色 自己那条只是带过一两天 应该能算是九十九新 而叶晨这个是全新未佩戴的 是按照五十万的市场价来看 打个八折也能卖到四十万 而且当初自己买项链的店铺 还钱了自己七万二的返现没有到账 如果等那笔钱也到账的话 自己岂不是又有将近五十万了吗 马兰想到这里 内心已然澎湃无比 等这笔钱拿到手 来娘肯定不乱买东西了 老娘就留着花 老娘住豪宅开豪车 脖子上挂着女神之梦 兜里还有五十万零花钱 这才是真正的神仙日子 不比在美国这种生活强多了 别看马兰这些天 又是跳广场舞 又是去抱走队 其实归根结底 那就是因为没钱 只有在这种没钱的情况下 才会去找那种不花钱的事情做 而且在美国这种地方 虽然住的是顶尖的总统套房 但这房子跟自家的汤城 一品大别墅比起来 还是差了许多 更何况在美国 他可没有顶配的劳斯莱斯 库里南可以开 更没有钱红艳那种专业舔狗 跟在身边狂舔 所以怎么想 都是回国更好一些 一旁的叶晨此时心中暗笑 看来这马兰的风格 确实始终如一 自己总是能够轻轻松松的 找到他的突破口 其实对叶晨来说 他也不想让马兰留在这里 打扰自己跟老婆的二人世界 之前之所以千方百计的 要把马兰弄过来 主要是因为自己要去港岛 不放心也不忍心 把老婆一个人留在这里 所以才把马兰骗过来 让他在自己去港岛的这几天里 好好陪着老婆 现在自己回来了 自然没必要让马兰继续留在这里 毕竟萧初然不清楚 马兰的经济情况 但叶晨再清楚不过了 马兰现在都比脸还干净 要是没钱 他肯定会赖在美国不走 一直到萧初然结束所有培训课程 返回国内的时候 他才会跟着回去 所以让他赶紧自己走 才是叶晨现在的当务之急 也正是因为如此 叶晨才故意说了那么一句 二手宝直律的事情 其实就是想提醒一下马兰 拥有两条一样的项链 虽然只能装一份逼 但他可以选择在装一份逼的同时 把另一条项链悄悄卖掉 反正他有两条一模一样的 只要确保还有一条在手上 这件事情就不会露线 而且算来算去 最后还是他转了一条项链 马兰经过叶晨的提醒 也确实是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几乎立刻就变得归心四溅起来 什么广武团 什么暴走队 统统一边去 马兰现在只想回家 于是见萧初然一脸诧异 马兰忍不住又道 初然 妈刚才说的都是心里话 我确实是想你们了不假 可是我回来看了你们 心里就不想你们了 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开始想家了 人的年纪越大啊 这乡愁就越浓 对妈现在来说 乡愁就差你这一张机票了 说着 马兰又道 再说了 妈也不想打扰 你们小两口二人世界 老在这当电灯泡 妈这心里也不自在啊 所以你还不如让妈早早回去呢 你说是不是 萧初然无奈的说道 那你想什么时候走 马兰不假思索的说道 自然是越快越好了 要不你看看 有没有明天的机票啊 明天 萧初然气恼的说道 妈 你就算要走 也别这么突然吧 好像忽然翻脸 不认人一样 之前不是说等周末 我忙完了 带你去纽约逛逛吗 你不去了 哎呀 我怎么把这茶给忘了 马兰忽然想起 自己好不容易到美国来一趟 竟然还没有去过纽约 本来按照正常的流程 他到普罗维登斯来 是需要先到纽约再转机的 但当初他幸运的中了夜晨安排的120万大奖 所以便直接从金陵飞到了普罗维登斯 压根连纽约的土地都没有踏上过 于是马兰心想 微信里面的亲朋好友都知道我坐私人飞机来了美国 我要是不到纽约拍几张照片 再发几个朋友圈 这趟美国岂不是白来了 反正夜晨这条项链已经送给我了 又不会跑 那我不如先到纽约晚两天 然后再回金陵把项链卖掉 想到这里 他便急忙对萧初然说道 初然要不这样吧 你给妈买周日晚上从纽约飞地机票 周五下午咱们一起去纽约好好玩两天 周日晚上妈直接从纽约坐飞机回国 你跟夜晨就开车回普罗维登斯 你看这个安排怎么样 萧初然知道马兰去意已决 留他也不可能留得住 于是便点头答应下来 道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给你订周日的机票 咱们周五一起去纽约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325章 巧守期盼 萧初然见马兰态度坚决 虽然心里多少有些无奈 但他略一考虑 也觉得妈妈留在美国 确实不如回去更方便自在 更何况 自己每周要上五天课 其实没什么时间陪他 到时候肯定还是给夜晨添麻烦 所以他便开口道 妈 后天周五 我下课之后 咱们就开车去纽约 我给你订周日的机票 太好了 马兰一下子激动起来 脱口道 你快帮妈把机票订了 别回头卖光了 一旁的夜晨 这时开口道 妈 我帮你订吧 马兰忙不迭地点头 好好好 谢谢好女婿 夜晨也是干脆 立刻掏出手机 找到周日 从纽约回国的航班 随后便立刻给他 买了一张机票 马兰很快便收到了 航空公司发来的出票信息 在看到机票已经确认之后 马兰开心的兴高采烈 就好像一个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 终于有机会要回家了一样 随后 马兰小心翼翼地 将夜晨送给他的那条女神之梦 项链收了起来 随后对两人说道 哎呀 我还跟人约了要去抱走 对呢 马上要迟到了 你们小两口赶紧过过二人世界吧 我先出门了 说着不等两人回应 便赶忙换上运动鞋 离开了房间 马兰走后 萧初然有些疑惑地对夜晨说道 老公 你有没有感觉 我妈的状态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不对劲 夜晨好奇地问道 你觉得妈哪里不太对劲 我感觉很正常啊 他不过就是归心四见而已吗 萧初然非常认真的摇了摇头 表情略微有些凝重地开口道 不是回国的事情 是你送妈的那条项链 不太对劲 项链 夜晨更加不解 那项链是专柜买的 不可能有假呀 萧初然忙道 傻老公 我当然不会怀疑你买假货啊 我只是说我妈对待你那条项链的态度不对劲 说着 他一本正经地分析道 老公你看 我妈的性格 我最了解 但你应该也很清楚 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贤白 别说你送他一条项链 你就是送他一张值钱的沙发 他都恨不得能抱着上街 可你刚送给他一条这么贵重的项链 他竟然没有立刻就戴上 而是把他收起来了 这 这难道不奇怪吗 夜晨听到萧初然的分析 不由得对自己这个傻老婆挂目相看 看来 萧初然对他这个妈妈真的是绝顶了解 以马兰的性格 有好东西就绝对不可能藏着叶着 所以 马兰刚才把自己送他的项链 小心地收好 这种行为在他的身上 确实有些反常了 不过夜晨却很清楚 马兰为什么会这么做 究其原因 无非就是因为自己刚才说了一句 橙色越好 卖二手就越值钱 估计马兰是一下都舍不得带 想拿回去当全心的卖个好价钱 于是夜晨便笑着 对萧初然说道 我分析啊 妈可能是觉得现在太晚了 就算是带出去别人也看不出来 而且她是去参加暴走队 运动比较剧烈 也不适合佩戴首饰 你就不要多想了 萧初然摇摇头 认真道 我觉得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你等着看我妈明天带不带那条项链 如果她明天还不带 那我估计她是想把这条项链卖掉 夜晨没想到萧初然竟能把马兰预判得如此准确 便笑着说道 哎呀 你就不要操这么多闲心了 既然是送给妈的东西 她怎么处置是她的自由 我们无权干涉 再说了 我觉得妈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 不信的话 等咱们回国的时候 你看她还这条项链 还在不在就知道了 萧初然不禁叹了口气 无奈道 我也不想干涉她的事情 只是她这个人 有些时候做事 确实很让人失望 这条项链 毕竟是你送给她的 希望她不要唯利是图地把它卖掉 夜晨笑道 放心 等咱们回去之后 这条项链肯定还在 萧初然不知夜晨为何这么肯定 不过这种假设的问题 也不好讨论太深 于是便点了点头 感叹道 希望如此吧 此时此刻 纽约 费家 自从费可欣与夜晨乘坐的飞机 从港岛起飞 费剑忠就一直在家里交集 又期待的 小手期盼着 这一盼 就是一整天 费剑忠虽然 靠着夜晨 给的半颗散血 就心丹成功续了命 但她也很清楚 自己当初已经宾死 过半药小估计 都耗费在旧命上 而非续命 这也是为什么 夜晨当时说 这半颗药 能让她多活一年 最多两年的原因所在 也正是因为如此 费剑忠心里早就开始 给自己的生命倒计时 她把大部分希望 都寄托在了 明年的回春丹拍卖会上 但是她心里对此也多有忐忑 毕竟自己现在已经不再是费家家主 当初自己是费家家主的时候 都没能成功拍下回春丹 而现在自己已经退位让贤 明年的情况还尚未可知 她虽然不怀疑费可心的人品与孝心 但她却担心明年的回春丹 价格会比今年还要高 甚至高很多 如果真的高很多 那就算是费可心愿意出钱 恐怕也是利有不歹 所以这次费可心去港岛帮夜晨 解决陈兆中的事情 让费剑忠看到了一丝希望 她自认比较了解夜晨的为人 一般来说 她不会欠别人的人情 而且很多时候 她都是人敬她一尺 她敬人一丈 费可心作为费家家主 这么大老远 跑过去 想来夜晨多多少少 也应该有所表示 费剑忠也不敢奢望夜晨能 送费可心一颗回春丹 不过若是夜晨能 送她半颗散血救新丹 那对自己来说 也是多了一两年 甚至两三年阳寿 也正是因为如此 她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好 脑子里想的全是散血救新丹 甚至今天一整天都有些茶饭不思 中间有好几次 她险些忍不住 就想打电话或者发信息 问问费可心 但一想到她应该全程跟夜晨在一起 所以就只能等着费可心回来后 亲自给自己揭晓答案 费可心乘坐的飞机 先是将夜晨送去了普罗维登斯 随后又从普罗维登斯飞纽约 一起一落 再加上中间的航程 耽误了差不多四十分钟 当听说费可心的飞机 已经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落地的时候 费剑中心里就更加忐忑 原本她是很想去机场接机的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揭开谜底 可是一想到自己这个孙女本就聪明过人 而且极其擅长观察细节 所以她生怕自己的行为会让费可心有所察觉 于是便只能强忍冲动 待在家中焦急等候 当管家跑来 告诉她大小姐的车队已经进了正门之后 她整个人便再也按捺不住 连忙对管家说道 快扶我去外面迎接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326章 难道没有一点表示 当费剑中在管家的搀扶下 来到费家庄园主别墅门口的时候 费可心的车队也刚好抵达 而费家的其他人 此时也都跟着走了出来 费可心下车后 看见爷爷亲自出来迎接 心中立刻便明白了爷爷的心中所想 再想到自己贴身的兜里 还放着夜晨送的那颗散血救心丹 她的心里多多少少也有几分忐忑不安 她知道爷爷对回春丹 以及散血救心丹的期待 已经超越一切 作为孙女自己理应毫不犹豫的把这颗丹药拿出来送给爷爷 但一想到夜晨之前的嘱咐 她又只能忍下这份冲动 于是她便连忙走到老爷子身边 恭敬的说道 爷爷您怎么还亲自出来了 老爷子目光阴切 嘴上笑呵呵的说道 您是费家家主 又刚刚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 我自然是要出来迎接为你洗尘的 说着 她连忙又问 这次的事情应该办得很稳妥吧 我在新闻上看到了有关的报道 那个刘家辉 似乎跟陈兆忠握手言和了 是 费可心点了点头 说道 有叶先生坐镇 刘家辉也不敢对陈先生如何 况且叶先生这次也给足他面子了 看得出他还是挺高兴的 那就好啊 老爷子笑着说道 叶先生对我们费家恩重如山 能为他尽些微薄之力 也是我们的荣幸 说到这里的时候 老爷子就很想问问费可心 你这次帮完了叶晨 叶晨有没有什么表示 可这种话 他不可能如此直截了当的问出来 于是便笑呵呵的说道 可心 赶紧进屋吧 也给爷爷讲讲这次去港岛的具体细节 费可心微微点头 与其他众人打过招呼 便与费剑忠一起去了书房 费家主别墅的这间书房 其实一直是费剑忠所用 书房使用面积超过100平米 里面装修的极其考究 就算是古代皇帝的御书房 都很难与之媲美 而这里也一直是费剑忠 指点江山的地方 许多影响费家的重大决定 都是他在这里做出来的 眼下费可心虽然已经成了费家家主 但他并没有占了老爷子的地方 这里依旧是老爷子的主场 不过今天情况有些不同 费可心与老爷子进来之后 下意识便准备去书案前面的座椅坐下 而老爷子却伸手虚空拦了一下 对他说道 可心 你坐到里面去 费剑忠的这张书案 是专门花了极大的价钱 从拍卖会上拍的的 这张桌子全部采用顶级的海南 黄花梨木料制成 而且公益极其考究 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 经过明清两代 传承有序 其中甚至还曾到过 朝廷宰相的手礼 是费剑忠的心头之号 费剑忠在书案的内侧 拜访了一把同样 由海南黄花梨制成的椅子 这是他的专座 而在书案的外侧 则摆放了三把 稍小一些的椅子 平时在他的书房里 能做到这张书案面前的 除了他之外 就只有费家有限的几人 费可欣来了 也是自然而然的 在哪三把椅子里选择一个 可是今日 费剑忠却让他做到内侧 这在他的印象中 还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 费剑忠见费可欣表情惊讶 便笑着说道 可欣 现在你是费家家主 坐这个位置也是理所应当的 费可欣连忙说道 爷爷 这是您的书房 您的书案 我就算是费家家主 在这里也只是您的孙女 若是在集团 我坐在董事长的办公室 那是公事公办 可在家里 我怎么能坐您的位置上呢 费剑忠摆摆手 严肃地说道 费家是个家族企业 家就是企业 企业就是家 你是费家家主 这个身份不只是费氏集团的董事长 也是整个费家的领导者 就算是我 也是要受你指挥 听命于你的 说吧 不等费可欣说话 便先坐上了三把椅子的其中之一 随后才对费可欣说道 可欣 请吧 费可欣压力瞬间有些大 但还是轻轻点了点头 道 谢谢爷爷 说完便小心地坐在了费剑忠的对面 费剑忠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来 跟爷爷说说这次去港岛的经过 费可欣也没什么隐瞒 几乎把自己与叶辰上飞机之前的所有事情 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 不过有一件事 他没有说 那就是叶辰送给刘曼琼一颗散血就心丹的事情 之所以没说 也是担心爷爷听完之后 心里萌生其他念头 毕竟他太了解爷爷对求生的渴望 万一他真脑子一热 打起刘曼琼那颗散血就心丹的主意 恐怕一不小心就会铸成大错 别的不说 就算爷爷去找刘曼琼买那颗散血就心丹 这是传到叶辰耳朵里的话 叶辰心里肯定会对自己颇有微词 于是他便直接将散血就心丹的事情 从叙述中做了删除 费剑中听完 不禁感慨道 刘家辉真是好命啊 要不是他这个女儿 我看他这一关肯定是过不去了 是 费可欣也赞同地说道 您没见过刘曼琼 确实是个仙气十足 乖巧动人的大家闺秀 尤其哭起来的时候 那个梨花带雨的样子真实是我见尤莲 共同之处 人嘛 最难得的就是共情 当男女异性在某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上找到相同的频率 那种好感是无法控制的 费剑中点了点头 又道 看来你这次去港岛 也确实帮了叶先生不少 叶先生让你给刘家辉背书 那就是看在刘曼琼的面子上 想给刘家辉一个机会 费可欣笑了笑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 无非就是出面说了几句话 不过对刘家辉这种体谅的人来说 作用确实还是很大的 费剑中又问 那叶先生这次应该很满意吧 不但解决了陈兆忠的所有麻烦 还将他的家人全都安顿好了 而且又认识了刘曼琼这个红颜知己 走之前也给刘曼琼的父亲留了几分面子 做够了足够的安抚 甚至还顺手给万龙殿解决了 十年一百亿美元的经费 看来真的是想到的 没想到的 方方面面都解决到位了 是 费可欣点头道 叶先生这次港岛之行 确实收获颇多 费剑中笑着说道 那就好 那就好啊 说吧 他微微一顿 心里挣扎片刻 还是控制不住的问道 对了可欣 你这次帮了叶先生 他难道没有一点表示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327章 遇到什么喜事了 被爷爷问及 这个问题的那一刻 费可欣的内心之中 多多少少有些慌乱 不过好在这件事情 叶晨早就提前 给他打过预防针 所以他应对起来 倒也不至于乱了方寸 于是 他便镇定自若地 开口道 爷爷 叶先生这次回来的路上 有明确说过 他说我们费家 这段时间以来 在诸多事情上的表现 让他非常满意 所以他过段时间 会亲自来纽约见您 当面向您表示谢意 费剑忠一下子 有些紧张起来 忍不住问 可欣 叶先生真这么说 对 费可欣点了点头 循序渐进地说道 原本叶先生说的是 一定会对费家有所表示 我请求他能多考虑考虑 爷爷您的情况 尽可能多地照顾 您的情况和感受 费可欣此时算是 多了一个小心思 其实 叶晨这一次 为了表示对费家的认可 给了费家两个奖赏 一个便是自己身上 是藏着的散血救心丹 另一个便是保爷爷 再活十年的万金承诺 费可欣知道 叶晨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巩固自己 在费家的统治力 所以自己也不能辜负了 叶晨对自己的期待 眼下正是自己 在爷爷面前表现的好机会 所以他才故意将叶晨的第二个奖赏 说成是自己主动将叶晨 对整个费家的奖赏 全都转移到了爷爷一人身上 虽然这么说 让他心里多少有些心虚 但考虑到事情的最终目标 他也只能尽力克服心里的障碍 费剑中听到费可欣如此说 心中自然是惊喜无比 他忍不住开口道 可欣 你 你这么说 叶先生答应了吗 看着费剑中奇异无比的眼神 费可欣轻轻点了点头 认真道 叶先生已经答应了 费剑中连忙又问 可欣 以你推断 这件事情叶先生会 会给我怎样的奖赏 费可欣认真道 爷爷 叶先生知道 你眼下最大的困难 相信他一定会雪中送炭的 费剑中眼睛一亮 脱口道 若真是如此 那就再好不过了 说着 他不由地看向费可欣 感叹道 可欣 爷爷能活到今日 多亏有你 若不是你 爷爷这把老骨头 怕是早就埋进土里了 费可欣微微一笑 认真说道 爷爷 其实您和我能活到今天 都多亏了叶先生 是 费剑中忍不住感慨万千 由衷道 能与叶先生结缘 实在是三生有幸 说到这里 他想起什么 连忙问道 可欣 叶先生有没有说 什么时候来纽约 没有 费可欣道 叶先生 只说回国之前 会愁时间过来 具体哪天并没有说 不过叶先生这次 陪他太太来美国 一共也就待一个多月 所以我估计最晚 也就未来二十天左右的样子 好 太好了 费剑中感叹道 如此看来 我这把老骨头 还能再晚三两年入土 普罗维登斯 正与中老年抱走队 一起见不如飞地马兰 心情格外的好 先前 叶晨给他的钱 他拿去买了一条女神之梦 还中了一个价值 一百二十万的大奖 没想到叶晨竟然好巧不巧的 又送了他一条一模一样的项链 如此一来 他只要回去 把这条项链卖掉 就等于自己白赚了一条项链 还体验了一次 绝佳的私人飞机之旅 紧接着还收获了美国几日游 接下来 他就等着再去纽约 潇洒地玩而上两天 然后便能心满意足地返回国内 回去之后 又能重新找回之前的自在生活 毫不惬意 因为心情好的缘故 马兰在抱走的时候 嘴巴一直咧着 开心的根本合不上 由于张着嘴巴呼吸 他很快便感到有些口干舌燥 而且气息不匀称 导致他也有些跟不上大家的节奏 于是便逐渐掉了队 这时候抱走队的副队长 一位定居美国的华人妇女 看见马兰掉队了 便连忙走过来 笑呵呵地说道 哎呀马兰 你今天怎么这么快就掉队了 这妇女名叫陈丽萍 年纪比马兰大了两岁 马兰总是叫她陈姐 这陈姐在美国从不工作 据说是儿子儿媳在美国创业 自己和老公就跟着她在美国生活 顺便也帮忙带带孩子 巧的是 这陈姐的老家跟马兰是一个省的 虽然不在一个市 但两个城市南北挨着 离得不远 马兰这个人平日里眼高于鼎 真要是在外面碰到老乡 他也未必会有那种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的感觉 之所以跟着陈姐混的还算熟络 主要还是因为这陈姐平时的穿戴 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光是陈姐手上戴着的一条玻璃 种的飘花手镯 就至少值个四五百万 平时来抱走所开的车 也是价值好几万美金的高配 宝石杰卡验 马兰也是见过高货的人 所以一眼就能看得出 这陈姐家境一定很是殷实 而且跟自己不一样的事 自己虽然住豪宅 开豪车 但那都不是自己的 自己真正的可支配资产 其实少得可怜 也正是因为如此 她对这个陈姐 也就多了几分结交之心 眼见这陈姐特意过来慰问 马兰便气喘吁吁地解释道 哎呀陈姐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口干舌燥的厉害 感觉体力消耗 也比以往大了不少 陈丽萍笑着解释道 你呀 走路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把嘴壁上用鼻子呼吸 而且一定要调整 自己呼吸的节奏 这样才能做到状态最佳 马兰点点头 笑着说道 好的好的 我再调整调整 陈姐你先跟着大部队走吧 不用管我 我自己慢慢走就好 陈丽萍摆摆手 嗨 咱们抱走队的宗旨 就是不抛弃 不放弃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掉队呢 我陪你走吧 正好我今天 关节不太舒服 也不适合走得太快 马兰问他 陈姐关节怎么了 有关节炎 陈丽萍笑道 我这就是一点小毛病 一般几天就好了 说着他岔开话题 好奇地问道 对了马兰 你今天是遇到什么喜事了 怎么这么开心啊 我看你一路都乐得 何不拢嘴 有啥好事儿 给姐分享分享呗 马兰笑呵呵地说道 也不是啥喜事儿 主要就是快回国了 这段时间 在美国我也待够了 想着早点回去 陈丽萍微微一愣 眼神之中的闪过 一抹别样的神色 随后又一脸不舍地说道 哎呀 你这才来几天呀 就要回去 我是难得遇上你 这么一个脾气相投的姐妹 咱们姐儿俩 刚认识没几天儿 这还没好够呢 马兰笑着说道 没事儿 陈姐 咱们都有联系方式 以后你到了国内 或者我再来美国 咱们还能再聚 陈丽萍一脸惋惜地说道 哎 我还说哪天请你 到家里坐坐 吃顿饭 顺便介绍我老公 还有儿子儿媳 跟你认识认识呢 马兰惊喜不已地说道 哎呀 那感情好啊 反正我们周五才去纽约 要不明天晚上怎么样 我带我家闺女和我女婿过去登门拜访 陈丽萍略一迟疑 片刻后便答应下来 道 行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328章 登门拜访 马兰回到西尔顿酒店的总统套房 进门第一句话 便是问萧初然和叶晨 初然 好女婿 你们俩明天晚上有事儿吗 萧初然好奇地问道 怎么了妈 马兰解释道 妈在暴走队 有一个非常投机的姐妹 她说想邀请咱们一家三口 到她家里做做客 这姐姐从国内到美国好多年了 一直没交到几个知心好友 好不容易遇上 我这个各方面都很了得来的知音 结果我这马上还要走了 走之前就去她家里吃顿饭 也算是她给我践行了 萧初然当时有些惊讶地问道 妈 你还能找到非常了得来的知音 马兰一撇嘴 艾文 瞧你这话说的 难道就没有朋友吗 那以前你赵姨 你孙姨 你刘姨 跟我关系不都挺好的吗 萧初然尴尬地问道 他们跟你关系很好吗 我怎么记得你们好像也就是经常一起打麻将 一起去美容院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闹掰了 马兰瞬间有些尴尬 慌忙摆了摆手 那些都是老黄厉了 不提也罢 其实马兰那几个朋友之所以会闹掰 就是因为她当初偷了叶尘的银行卡把钱转走之后 感觉自己陡然而复 瞬间就瞧不上那几个老姐妹儿了 当时马兰还在电话里把他们损了一通 结果没想到 那件事情之后自己就进了看守所 体验了几天高墙内的生活 马兰这个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可以说是华夏泼富的集大成者 首先是极度的势力言 谁有钱谁就是爹 别管这钱能不能花到自己身上 也是先贵舔了再说 她这么多年跟在萧老太太和钱红艳屁股后面各种讨好 又在叶尘与萧初然结婚的前三年里 一直想让萧初然跟叶尘离婚另嫁其他有钱人 便是她性格的最好写照 除此之外 马兰这人的心胸也是狭隘至极 简单总结六个字 就是恨人有笑人无 所以马兰还真的没有交过什么知心朋友 萧初然虽然算不上什么决定聪明 但她对自己的妈妈自然是非常了解的 总觉得妈妈这样的人 跟知音朋友这两个字就扒杆子打不着干系 马兰这时候也知道女儿质疑自己的缘由 于是便不太自然的说道 初然啊 你不能还像以前那样看你妈妈我 你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妈妈 妈妈以前确实不太好相处 无论是和那些朋友 还是跟叶尘相处的都不是那么愉快 可你没觉得妈妈现在正处在一个不断变好的过程吗 说着马兰情绪有些激动的继续道 你自己说我现在对待叶尘是什么态度 那是恨不得掏心掏肺啊 萧初然见妈妈有些激动 连忙点头说道 妈您说的对 是我眼光跟不上发展 说吧 她便连忙岔开话题 开口问道 对了妈 你那个姐妹是做什么的啊 马兰忙道 人家就是跟着儿子儿媳妇移民过来 在这边帮他们看孩子 接着马兰又解释道 对了 这个姐妹跟妈还是老乡呢 她老家跟你外婆家离得不远 萧初然点点头 开口道 妈 我跟叶尘和这个阿姨也不认识 贸然去人家家里做客不太合适吧 而且叶尘的性格你也知道 她本身就不是那么爱社交 要不就您自己去吧 那怎么行 马兰一本正经的说道 妈都跟人家说好了 这是两家人的聚会 老一辈儿的互相认识认识 年轻一辈的也互相熟络一下 交个朋友 这年头多个朋友多条路吗 说着 马兰又很是郑重的说道 这种是你们俩可说什么 也不能让妈食言啊 萧初然看向叶尘 开口问道 老公 你说呢 叶尘微微一笑 妈既然都跟别人说好了 我们不去也确实不合适 马兰连忙一个劲地点头 脱口道 关键时刻还得是我的好女婿 说吧 她趁热打铁道 那这件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明天下午六点钟 咱们一块儿过去 出然 你明天就正常上你的课 好女婿跟我一起去买点礼品 咱们第一次去人家家里登门拜访 不好空着手去 萧初然见叶尘都答应了 便也不好再说什么 于是便点头道 那好吧 一日下午 马兰喊着叶尘开车去普罗维登斯的市中心转了一圈 马兰在多家礼品店里挑来挑去 最后在叶尘的建议下 买了一套价值几百美金的精美餐具作为伴手礼 叶尘觉得以普通朋友的身份去家里做客 办手礼一定不能太贵 否则就显得不那么纯粹了 马兰也知道 那尘姐家里一看就是家境殷实 绝不是缺钱的主 所以东西贵贱的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主要也就是个心意 五点半 两人到学校门口接上了萧初然 随后叶尘便按照对方发给马兰的定位 驱车来到了对方居住的社区 目的地距离市中心 约莫有十几公里的距离 不过路况很不错 很快就到了陈丽萍的别墅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329章 陈姐 陈丽萍热情地将叶尘一家三口邀请进屋 此时的客厅里已经能够闻到饭菜的香气 别墅内部的装修十分考究 一看就是费了不少心血的 甚至比起汤尘一品的别墅 也是不遑多让 家中墙上挂着不少大人孩子的照片 每一张照片都十分温馨 马兰四处看了看 对陈姐的实力又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接着连忙对萧出然和叶尘 介绍起了陈丽萍 笑着说道 这位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 我们抱走队的副队长 陈丽萍陈姐 你们得叫陈阿姨 说着又对陈丽萍说道 陈姐这是我女儿萧出然 旁边是我女婿叶尘 萧出然客气地对陈丽萍说道 陈阿姨您好 冒昧打扰您了 陈丽萍笑呵呵地说道 哪儿的话呀 我跟你妈虽然认识的时间很短 但别提有多聊得来了 早就想让你们到家里来做客 不过你妈说你老公前段时间去港岛工干了 我就想着等你老公回来再邀请你们 结果没想到你妈现在马上又要回国了 搞得我这心里还挺舍不得的 马兰也不禁感叹道 陈姐说心里话 我原本是真打算在美国一直带到跟女儿女婿一起回国的 只是嫁不住这段时间实在想家想得厉害 所以只能一个人先回去了 陈丽萍点点头 认真道 理解理解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和你也差不多 就新鲜那么几天 然后就天天日思夜想的想回国 要不是为了帮儿子而席带孙子 我估计早就跑回去了 马兰笑呵呵的点头附和 其实他心里并没有什么家乡的归属感 对他来说 哪里舒服 那就是家 在国内的时候 没钱生活了 来到美国 跟着女儿女婿住酒店 他就把酒店当成了家 现在手里多了一条女神之梦项链 他想着赶紧回去变现 所以才又想着回国 借着马兰将下午买的礼物拿出来 递给陈丽萍 笑道 陈姐第一次到你家里来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就给你买了一套餐具 希望你别嫌弃 陈丽萍忙抱怨道 你看你来就来了 跟回自己家一样 还买什么东西 真是的 马兰也习惯了 这种华夏式的客套 笑着说道 嗨 也没多少钱 就是一点儿心意 陈丽萍点点头 笑着说道 下次可不许 再这么破费了 多不好意思啊 真是的 这时 一个约莫三十岁左右的女人 走过来 看到马兰 热情地笑道 您应该就是马阿姨吧 这几天 一直听我妈提起您 说跟您很了得来呢 陈丽萍连忙介绍道 马兰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的儿媳妇 孙惠娜 叫她惠娜就行 说着 又对儿媳妇介绍道 惠娜 这位就是马阿姨 旁边两位 是马阿姨的女儿 女婿 孙惠娜跟萧初然 和叶晨打过招呼 便笑着说道 你们先坐一会儿 我公公和我老公 正在厨房下厨呢 待会儿就可以吃饭了 陈丽萍连忙笑道 来 咱们先到沙发上 坐一会儿 待会儿能吃饭了 他们会叫咱们的 马兰道也不客气 笑着说道 对了陈姐 你不是有一对孙子孙女吗 怎么没看到 陈丽萍随口说道 两个孩子 跟他们的舅舅一家 去迪士尼玩儿了 要后天才能回来 马兰惊讶地问道 你们家还有亲戚在美国啊 有 陈丽萍点头道 孩子的舅舅一家 在洛杉矶定居 我老公还有个表弟 他们家在加州定居 大家走动的也比较频繁 说着 陈丽萍又道 其实我们家 也不常住普罗维登斯 去年我儿子的生意 做到了这边 我们才从芝加哥搬过来 再过段时间 可能又要搬去纽约了 马兰感叹道 总是这么搬家 可真是够折腾的 陈丽萍随口说道 搬家倒是无所谓 这几年来 我们都是搬去呢 就在哪买套房子 像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就是去年刚买的新房 马兰内心惊叹于陈丽萍家里的财力 买房在他嘴里 似乎就跟玩儿一样 随手就买了 于是他忍不住问道 陈姐 纽约的房价可不便宜吧 陈丽萍微微笑道 其实还好了 寸土寸金的地方 房价高也有他自身的价值 在这种地方买房不是消费 是投资 马兰忍不住问 去纽约买套房得要多少钱 陈丽萍想了想 随口道 去曼哈顿买套大平层 得准备一两千万美元 长滩的别墅区 至少三五千万起步 马兰惊得说不出话来 脱口道 这也太贵了吧 还好吧 陈丽萍想起马兰之前 吹嘘自己在国内住汤尘一品 开劳斯莱斯 便笑着说道 像你们家在汤尘一品的大别墅 要是换成美元 在纽约也能买到一套 非常不错的好房子 马兰笑着点了点头 心里却忍不住有些自卑 他觉得自己与陈丽萍相比 还是差了许多 虽说自己住豪宅 开豪车 但这两样可没有一样 是自己的 而且自己混到现在 其实也没什么 真正属于自己的资产 眼下无非也就是 两条女神之梦项链 仅此而已 但陈丽萍情况不一样 按照陈丽萍的说法 他早些年 在国内做生意 也赚了不少钱 甚至来美国之后 投资美国股市和房地产 也是收获颇丰 属于标准的女强人 而且据她说 她儿子在美国 创业的启动资金 都是她给的 所以马兰觉得 她有钱又有能力 比自己是强出了太多 这也是马兰为什么 很想跟陈丽萍结交的缘故 想到这里 她忍不住感叹道 还是陈姐 你有实力 比我是强出太多了 陈丽萍谦逊的说道 我其实也是运气好 前几年家里资金 也没有这么宽硕 主要是前两年 抄底了几只 咱们华夏企业 在美国的股票 赚了差不多20倍 20倍 马兰感觉一阵眩晕 脱口问道 什么股票能涨20倍啊 陈丽萍笑道 几个咱们国产 新能源汽车的股票 最低的时候 一股都跌到一块钱了 结果后来 新能源概念爆火 一下子又冲到了几十块钱 巅峰的时候 涨了四五十倍 我算是抄底 抄得比较晚的 出手又出得比较早的 又更厉害的 赚了三十多倍 马兰听得眼红不已 感叹道 三十多倍 投一万赚三十多万 投三十万 就能赚一个亿了 说着 他连忙问陈丽萍 陈姐 你当时投了多少 陈丽萍道 也没多少 就二十万 妈呀 马兰感叹道 这 这就是六千多万啊 还是美元 陈姐你也太厉害了 下次有这种好事 能不能也代代我啊 陈丽萍微微一笑 行 以后有时间 让你家孩子 给你开个美元户 我到时候 带着你炒莓谷 马兰一听这话 千恩万谢的 答应下来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陈姐 我回国之后 就第一时间弄一个 这时 一个三十多岁 戴着眼镜 系着围裙 丝丝纹纹的中年男人 走了出来 看到 美艳动人的萧初然 他的瞳孔 一下子猛地收缩 表情也错愕了片刻 旋即很快调整过来 笑着说道 妈 饭做好了 请客人一步餐厅吧 上门龙絮 叶公子 第2330章 诡异的气氛 陈丽萍听说饭菜做好了 便立刻热情地 邀请叶晨一家三口 一步去了餐厅 此时 餐厅里 还有一个六十岁上下的男人 正在忙着摆盘 经过陈丽萍介绍 这个男人便是他的丈夫 满进山 而方才去叫他们 吃饭的那个年轻人 便是陈丽萍的儿子 名叫满英杰 满进山十分热情 邀请一家三口 在饭桌前坐下之后 便笑着问叶晨道 小叶喜欢喝什么酒 我这里有红酒 有茅台 叶晨客气地说道 不好意思 满叔叔 我还得开车 就不喝酒了 满进山听了 也不生气 笑着说道 没事 开车就别喝了 说完 他看向儿子满英杰 开口道 英杰 你晚上要是没别的事 咱们也俩喝点 满英杰笑着点了点头 那就喝点吧 陈丽萍连忙叮嘱道 你们两个少喝一点 父子二人满口答应下来 随后满英杰便拿出一瓶茅台 迫不及待地打开 给自己和父亲各倒了一杯 看得出这父子二人都有些酒眼 所以从酒瓶打开 酒香飘出的那一刻 两人便显得有些按捺不住 不过两人虽然缠酒 但谁都没端起酒杯 而是不由地看向陈丽萍 陈丽萍这时候笑着对马兰说道 马兰 咱们就别喝酒了 直接开动吧 马兰本就不爱喝酒 所以便欣然应允 吃饭的时候 陈丽萍想起什么 对马兰说道 马兰 你是哪天的飞机来着 马兰忙道 周日晚上的飞机 陈丽萍忙道 哎呀 我有个姐妹 好像也是周末回国 她也是从纽约走 说不定你们俩 还能做个伴儿呢 马兰惊喜地问道 真的 要真能做个伴 就太好了 这一路十几个小时 烦都要把谁烦死 有人说说话 聊聊天儿 自然最好不过 陈丽萍一边掏出手机 一边开口道 我问问她 前几天她就说 最近要回国 我刚好有点东西 托她给我爸带回去 为这事儿 还专门去了一趟纽约 把东西给她送去了 说着 陈丽萍又道 我问问她的航班号 是多少 跟你是不是同一个航班 如果是的话 我把她的联系方式发你 等你到纽约的时候 跟她联系 到时候相互结个伴 马兰自然满口答应下来 笑道 那你问问她 我的航班号是CX845 要先飞港岛再转机 陈丽萍一边 在指尖不停地敲打 一边说道 好 我帮你问问她 要是同一趟航班 你们就一起走 她是要回月省 大概率也是去港岛转机 很快 陈丽萍便将手机 递到马兰面前 笑着说道 哎呀 你看 她也是这个航班 马兰定睛一看 发现聊天页面里 对方果然回复 陈丽萍一行字 上面写着 CX845 她也忍不住 惊喜地说道 妈呀 这也太巧了 是 陈丽萍笑着说道 这个姐妹很厉害的 她们家专门做华夏和美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 身家好几十亿 你跟她认识认识 说不定以后对你有帮助 马兰喜不自胜地说道 那可真是太好了 陈姐回头把她的微信名片推给我吧 我加她一下 好 陈丽萍点点头 说道 先吃饭 吃完饭 我跟她说一声 此时 满进山 满英杰父子二人 已经开始推杯换盏 两人似乎都很爱喝酒 父亲端起来 喊儿子走一个 两人喝完杯子 刚放下 儿子又端起酒杯 要跟父亲走一个 一旁满英杰的老婆 倒也不在意 一边玩着手机 一边自顾自地 吃着东西 期间也很少说话 不过 让叶晨感到不舒服的是 那个满英杰虽然一直在喝酒 但是眼神总是悄悄找机会 瞟向自己的老婆 萧出燃 而且 那眼神色咪咪的 一看就居心不良 叶晨不由地 回忆警告的眼神 满英杰才终于 稍稍有了一些收敛 而奇怪的是 满英杰的老婆 偶尔抬头夹菜 也看得出自己老公时不时偷瞄 萧出燃 可是 叶晨却没见他 有任何形式的阻拦 正常在这种场合 他老婆就算不能当众跟自己老公生气 但起码也会给他个 眼色警告一下 亦或者在桌子底下 给他一点小动作 来让他有所收敛 但这个孙惠娜 却好像并不在乎满英杰 到底在看谁 好像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似的 于是 饭桌上的气氛 稍稍有些奇怪 马兰与陈丽萍 聊得热火朝天 满进山 满英杰父子 喝得热火朝天 而孙惠娜 则只顾着玩手机 剩下夜晨与萧出燃两人 面面相去 好不容易 挺到一顿饭吃完 马兰与陈丽萍 又聊了一会儿 这才依依不舍地 准备告辞离开 临走的时候 马兰还不忘提醒陈丽萍 陈姐 回头记得 把你那朋友的微信 推给我 陈丽萍笑道 行 我这就推给你 随后 又嘱咐夜晨道 小夜路上 开车慢点 注意安全 夜晨点头到了声谢 随后便发动汽车 离开了陈丽萍的家 路上 夜晨对马兰说道 妈 我怎么感觉 这个陈阿姨一家人 都奇奇怪怪的 有吗 马兰开口道 我没觉得 哪奇怪啊 一旁的萧出燃 也忍不住说道 妈 我确实 也觉得挺奇怪的 但是又说不出 哪里奇怪 以后你还是 少跟他们来往吧 马兰说道 嗨 我这马上 就回国了 说不定以后 都没机会 跟他再见面了 就算是想多来往 也没机会啊 萧出燃想起什么 又叮嘱道 等你回国之后 就算他要带你炒股 你也千万不要答应 美股水深得很 搞不好一天 亏去百分之九十 也是有可能的 你可不要乱买 好好好 妈知道了 马兰一边说着 一边自己心里 已经有了主意 他打算回去之后 就立刻把项链卖了 然后把钱换成美元 开个美股账号 跟着陈丽平学炒股 这一次花光所有的钱 被逼无奈来美国的经历 让他明白一件事 人在任何时候 都不能没钱 否则的话 就算你住汤尘一品 开劳斯莱斯 你该吃不上饭 还是吃不上 所以他现在迫切的希望 能给自己积攒一些资本 好让自己将来更有底气 不过他肯定不会 当着女儿的面这么说 于是便随口道 我也就是好奇问问 你放心 我是不会去炒股的 那种东西 完全就是割韭菜 萧淑然点点头 欣慰地说道 妈你知道就好 可千万别做什么 一夜暴富的美梦 我来自然